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哈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那么大家也都是知道 这个新版本更新之后 这个陆军进行了一次大改 所以现在这个战斗系统跟老版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新版的巴巴罗萨 我们的这个小胡子能对我们苏联造成多大的伤亡 在这个苏联的内部 总是有一个怪老头对我们的Stalin同志图谋不轨 所以我们上一期也是解决了一下这个怪老头的影响力 然后我们的Stalin同志也是叫准了自己的午夜时钟 他终于不再抽取这个幸运观众了 当然我们也是多照顾了一下这个苏联海军 所以我们以这个最小的代价 基本上只是把托派和右派份子给写了出去 所以我们Stalin同志最后终于确保了苏联内部的稳定 那么对于这个外在的威胁 我们Stalin同志会怎么做呢 我们的慈父表示什么外在威胁 听都没听说过 我们要全力发展我们的名声 要把我们的五年计划搞起来 那么在这个三八年的七月底 我们已经拥有了一百个名工 那我们这个五年计划也算是完成了三分之二了 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大力发展名声 那么这个新版本的陆军系统 还新增了一个这个陆军学院精神这么一个东西 那我们看这个第一栏 那我们就可以花一些陆军经验 给我们降领升级的时候提供一些这个额外的收益 那我们可以选一个这个大胆进攻 这样我们降领升级的时候 就更容易刷这个进攻的技能 同时这个第二栏的陆军精神里面 我们可以点一个这个职业军官团 这样我们在这个西班牙军事学院 就可以获得更多的陆军经验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决定 要不要聘请这个外国专家 还是我们国内的专家来建设我们的苏联 虽然我们非常想支持我们国内的专家 但是这个没办法 这个他给的实在太多了 同时一个噩耗传来 在1938年的9月7日 德国通过慕尼黑会议 非法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 这个阴法简直就是费拉不堪 对此无所作为 我们的斯大林同志表示 这个阴法隔着羊骨 就让他们自己收拾自己的烂摊子 我们还是要抓紧发展我们的这个国民经济 同时在我们邀请这个外国专家之后 我们还可以再一次邀请这个外国专家 来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工业制造商的这个实力 这四个专家滑下来看 还是老美的这个加生产效率上限是最强的 不愧是这个资本主义灯塔 那我们就多花点钱把这个老美专家给搞过来 跟美国就拉一下关系 那我们接下来主要的时间 还是在西班牙军事学院 快乐的刷一下我们的这个将领 为我们日后的这个卫国战争呢 做一下准备 这个刷将的环节还是非常的轻松的 基本上就是动一动手指 看都不用看 还好还好问题不大 算是突破包围圈了 同时这个新版本的这个第二级的工兵连可以说是有奇效 首先它会解锁一个这个推土产加二的欠毫值 同时它还会解锁一个这个喷火坦克的支援连 这个支援连可以给你的部队在各种地形提供非常高的收益 相当于一个弱版的强域适应 非常的强 同时我们现在这个工业制造上再提升过一次之后 已经是非常的强了 但是呢我们还可以再给它提升一次 我们可以再强化一次这个民用建设 给我们减5%的生活消费品和加5%的民工建造速度 相信很快我们这个国内的民工数量就能超过美国了 好那日本也是在我们边境发动了这个挑衅 不过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很早在这里就放下了两个山地师 所以说这个跨河守日本的进攻应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果不其然日本在这场边境冲突中惨败 这就是天皇的礼物吗 爱了爱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苏联的五年计划这个精神是加生活消费品的 但是如果我们走切膏军阀那里进口一些切膏过来 就能够减我们这个五年计划的生活消费品 我也不知道批车是怎么想的 但是呢我们为了我们的国民经济 必须要进口一些切膏仅此而已 不对劲啊 我这个本来是想在西班牙和平刷将的 但是弗朗哥怎么把马德利给占了呀 不行啊 这个盟友的首都被占了 我们必须要出重拳 那么很快啊 这个夺回马德里的战役就结束了啊 同时我们还包了弗朗哥几个饺子啊 可以说啊 这个弗朗哥经过两年的战争之后啊 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兵了啊 都被我们包饺子给吃完了 什么啊 切膏军阀拒绝了我们的切膏提案 哎呀 悲伤淹没了大林子 不过没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这里还有决议啊 我们可以在这个切膏军阀的南部再挖掘一些新的切膏出来 哦 切膏军阀答应了我们第一阶段的这个切膏协议啊 非常的不错啊 我们苏联经济不发达啊 这个发展经济全靠这个切膏啊 同时我们的西班牙军事学院啊 已经要结束自己的营业时间了啊 因为我们这里的学生基本上都已经毕业了啊 尤其是我们的陆军经验都已经刷满了啊 在1939年的6月15日啊 这个小胡子要求和我们签署这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啊 并且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啊 对此我们的斯大林同志表示啊 一个免费的东波兰和这么多宣称 为啥不签呢 反正我们签不签都对把德国给扬了啊 在1936年的6月25日 西班牙陆军学院正式结束了自己的营业时间 不过对此啊 我们斯大林表示非常的高兴啊 因为这个西班牙从此以后就是我们的奎勒 这个弟兄国了啊 所以我们在欧洲啊 又多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盟友 同时啊 我们有大批将领从这个西班牙留学归来啊 让我们的内阁变得更强了啊 同时一个噩耗传来 在1939年的8月23日 波兰拒绝了德国的最后通牒 在这之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新版的补给系统啊 在你占领敌方的铁路之后 是需要一定的转换时间的 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前线的补给会非常的少啊 所以新版的小胡子推进速度比原版还慢一点啊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铁路的原因啊 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波兰在这个地图上又一次消失了 德意志的战争机器已经发动了啊 所以留给我们苏联的时间不多了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我们已经成功的完成了我们的五年计划 1939年的9月10日 德国也是遵守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内容啊 把东波兰让给了我们 这个新版的话如果要吞波罗的海是需要点国策的啊 不过我们也懒得点 我们就直接这个正当化目标 割让领土啊 在1939年的11月6日 德军已经开进了法国北部的领土 直指巴黎 很快的八天后 巴黎就陷落了 仅仅在三天后 法国就正式宣布投降 德国将占领法国北部所有的地区 而我们的备当元帅将在南部建立维西法国 如果看我们苏德双方的工厂笔啊 我们就会发现 德国在吃完整个欧洲之后 军功可以说是翻了一倍啊 所以我们要开始抓紧造军功啊 开始进行全面的战备啊 同时切高军阀已经同意了我们第二阶段的切高协议 现在通过这个切高协议啊 我们已经一共减掉了2%的生活消费品了呀 在1939年的12月1日 我们的斯大林同志正式决定 发动这个收复波罗的海的战役啊 而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这个立陶宛啊 在同月的23日 收复拉脱维亚的战役正式打响 在1939年的12月30日 立陶宛终于重新回到了苏联的怀抱中 在1940年的1月13日 光复爱沙尼亚的战役正式打响 很快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拉脱维亚就重新回归了苏联 由于芬兰的存在 让我们列宁格勒这座城市 时刻受到前线的威胁 所以我们决定先发制人 主动对芬兰出击 在我们完成合并制造商这个国策之后啊 我们现在就可以花一些政治点 让我们的制造商获得更加强烈的效果 那我们就先升级一下 我们的这个坦克制造商啊 与此同时啊 我们成功研究出了40年代的坦克兼机车啊 这个40坦兼啊 虽然它的数据面板很不错 但是突破非常的低啊 但是它有2的欠毫 所以非常的适合用来蹲坑 同时我们的斯塔林同志觉得啊 对于魏国战争 我们的陆军军官在经过大清洗之后 显然还是经验非常的不足啊 所以呢 我们决定把爱沙尼亚和芬兰 建设成新一代的这个军事学院 同时我们的陆军在芬兰啊 也是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啊 我们不仅退不动芬兰 而且我们遇到了非常严重的补给问题啊 我们的补给根本就没有办法运上去啊 我们的部队啊 可以说在芬兰是寸步难行啊 这是我们苏联红军遇到的第一次非常大的阻碍啊 不过没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的慈父认为呢 这种严寒之地 更加能够锻炼战士们的这种吃苦精神啊 所以我们把他们的装备全部下掉啊 让我们的苏联战士拿着菜刀 和这个芬兰人血拼啊 同时啊 我们的切膏军阀接受了我们第三阶段的切膏协议啊 又给我们减掉了1%的生活消费品啊 最终在1940年的11月7日 我们终于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苏芬战争啊 我们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啊 那么在战后我们释放一个芬兰兄弟国啊 帮助我们隔开与这个挪威德军的战线啊 没错 我们苏军在芬兰遭到了第一次惨败 但是你以为仅此而已吗 我们苏联红军在芬兰虽然遭到了惨败 但是我们的将领和我们的陆军军 也得到了一个质的增长 所以我们在卫国战争的时候 就能让我们的将领和部队拥有更多的优势 同时我们先前完成了五年计划 为我们苏联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基础 凭借着民工上的优势 我们在不到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就已经基本赶上了德国的军用数量 并且我们曾在多年前就向神秘的山中古国布丹派出了多次使者 向他们学习灵能飞升的工业技巧 所以我们苏联拥有了两倍于敌人的生产力 从某种意义上也算是还原了历史上的苏联 没错我们的斯大林同志看起来是一个很老实的众田人 但实际上他已经是有备而来 为这场卫国战争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那我们的最后一步 就是要够注意到牢不可破的斯大林防线 作为防守方在平原上防守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 所以我们就在离前线最近的所有地形上画一道最近的防线 所以在北部我们将会以沼泽和森林作为防线的第一选择 而在南部我们则将会依靠河流进行全力的防守 最后我们将原本已经训练好的40步的模板 在此基础上直接进行修改 那我们直接把它改成这种我们想象的蹲坑师 这种师拥有不错的火力杀伤 拥有很高的装甲厚度和穿身 同时拥有17点欠毫值 这17点欠毫值可以帮我们很好地打一场防守战 很快我们的头顶就亮起了这个熟悉的红色标志 没错其实我们此前在德国安插了大量的间谍 我们在德国已经建立了百分百联系的情报网 并且我们有大量侦察机在随时监视着我们边境的情况 没错在我们的眼里 此时的德国就跟没有穿衣服在裸奔一样 而这颗红色标志 正是我们的情报人员要向我们传达的重要信息 德军将会很快对我们苏联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入侵行动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必须要做好最后的战备准备 在1941年的7月10日 随着一声枪响 这场伟大的魏国战 我们慈父计划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也被迫中断 我们的敌人是横扫了整个欧洲战无不胜的德军 而我们仅仅是在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对抗整个轴心国占领的欧洲 而我们甚至还没有从大清洗中彻底的恢复过来 一切的局势都在朝我们不利的方向发展 难道我们只能像一头待宰的羔羊一样坐以待毙了吗 但是假如我们开发出了比闪电战还有先进的欠豪战战术呢 没错 其实早在这场战争到来之前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军事线的所有改革 军事线可以给我们提供大量的陆军组织度 以及欠豪上限 首先它会解锁一个这个推土产加2的欠豪值 但是它有2的欠豪 所以非常的适合用来蹲坑 同时这几项先进的科技将会使我们的部队获得大量的基础欠豪值 同时我们在各大军事学院训练的优秀将领 他们所解锁的技能将会给我们的部队再提供格外的欠豪值 所以我们的部队就能够凭空挖出93%的欠豪优势 这使得我们的部队能够打出2000软以及将近3000的防御力 同时我们拥有超过100的对空攻击 所以可以几乎无视敌方的空中优势 所以凭借着更加先进的欠豪战理论 我们可以直接废掉德国的进攻矛头 以及他们引以为傲的闪电战战术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的斯大林防线就是一道东方马其诺 这是一道从波罗的海一直沿着到黑海的斯大林绝对防御战线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我方在牺牲了6万名将士的情况下 成功击敌100多万人 所以说在这个新版本下 我们也是成功证明了 只要我们的欠豪挖得够深 对面的坦克就开不过来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反击 虽然它的数据面板很不错 但是突破非常的低 没错 突破就是进攻时的防御 如果突破过击 就会导致这个师没有办法合理的进攻 所以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适合蹲坑是他最大的优势 同时也是他最大的劣势 所以为了应对这一危机 我们苏联高层已经提前研究了42年的火炮科技 为我们的KV1型重型坦克配备上了拥有50人员杀伤的重型榴弹炮 但是因为科技解锁的非常的晚 所以这种坦克我们还没有进行量产 前线的部队并不能大规模的配备这种新式武器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全力进行德军的防守 等到这种武器能够大规模量产之后 我们就将主动的发起进攻 刚刚我们在完成了这个非常错失的国策之后 我们就解锁了一些新的卫国战争的决议 我们发现可以在前线建立这个工厂人民兵 直接废掉当地的工业值 但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大量的组织度回复和核心领土防御 但是我们的工人必须要上班 没有上班我们哪来的新式装备呢 所以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 我们斯大林同志应该也用不上 新版的军官团见面 我们还新增了一个部队指挥精神的东西 当中有一张卡就是这个静态战争 可以给我们的前线部队再加10%的嵌豪值 所以我们这个坑就可以挖得更深 我们部队的嵌豪值也是来到了惊人的105 我们这种新型的嵌豪战术 可以说是让德军的闪电战闻风丧胆 同时我们在完成英雄主义之后 我们解锁了一个英雄前进的决议 所以我们现在前线正在指挥部队的将军 都获得了一个坚决的这么一个持续180天的效果 此时我们前线的将领 也是来到了惊人的九宫七房 同时我们的苏联高层也是秘密研制的一些新型的列车炮 这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虽然很昂贵 但是可以给范围内的敌军提供一个减10%攻击力的debuff 可以说我们现在这道斯塔林防线牢骨可破 并且我们在进行总动员和发行了战争债券之后 我们苏联也是成功进入了光合作用的状态 我们的军攻数量已经超过了220个 并且除了我们的新型坦克 我们的其他装备多到用都用不完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们仅仅牺牲了20万名将士 就成功击敌500多万人 德国花了一个月就攻下了法国 但是在我们这里一年都没有攻下一个格子 随着我们KV1型坦克的量产 一场巨大的攻势即将到来 在1942年的7月8日 我们的崔可夫将军所率领的西北方面军 将兵分两路同时进攻德国的东普鲁斯地区 同时在进攻前 我们再将我们的偏好战术改为突破 这样我们在战斗中就有更大的概率 发动这张优秀的战术卡 面对我们的新型KV1坦克 德军可以说是溃不成军四散而逃 我们崔可夫将军率领的坦克集团军 甚至能够在进攻的时候打出3000软的输出 在我们的前行攻势下 我们在东普鲁斯地区包围了古德里安将军所率领的大量德军 为了应对南边坦克不足的问题 我们的西北极端军将会调整进攻的方向 将会全体向南 与我们的南部集团军形成一波前行攻势 1942年的8月2日 华沙解放 在短短的5天后 我们就包围了大量处在波兰地区的德军 缺乏补给的德军很快就向我们缴械投降 这次的波兰战役 我们在几乎没有损失的情况下 就全揭了德国200多万人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场巨大的胜利 可以说德军已经是大势已去 但是我们现在也是遇到了前线的补给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稳固一下战线 重新调整一下补给的分配 同时准备一下下一次大规模反击的行动 又经过了一个月的准备时间 我们的斯大林同志决定发动最后一场对德国的战役 柏林战役 我们的苏军将会兵分三路 北线将会沿着波美拉尼亚进攻 中线将会沿着西域西亚进攻 而南线则会进入捷克地区 直取奥地利 我们将给轴心国最后一击 将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彻底消灭 在1912年的9月29日 我们终于解放了柏林 我们苏军也是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向使人证明了我们苏联红军真正的实力 我们虽然在战争中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 但是我们在谈判桌上的分数 居然比在岛上看海的英国还要低 同盟国的装枪做事 彻底激怒了我们的慈父同志 于是我们的慈父决定调转进攻的矛头 我们将会在德国投降之前解放整个西欧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谈判的时候 将同盟国投降的诸位送上谈判桌 在1912年的12月4日 我们已经基本占领了彼合卢和法国北部所有的地区 虽然同盟国在法国南部发动了一场登陆作战 但是这依旧改变不了法国还在投降的事实 1942年的12月8日 德国正式向我们苏联投降 随着德国的投降 我们苏军也是成功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脉 解放南斯拉夫河亚平均半岛的战役正式打响 在1943年的1月10日 我们已经基本解放了整个巴尔干地区 1943年的1月21日 最后一个轴心国的主要成员意大利向我们苏联投降 我们与轴心国的这一战正式结束 由于我们先前提前解放了西欧地区 所以同盟国的一些成员依然在投降状态 我们就可以把他送上我们的谈判桌 在这次谈判之后 整个西欧的所有事业都加入了我们的共产国界 一个全新的欧洲秩序就此诞生 我们的慈父啊 没有您就没有新苏联